大家好,歡迎收看日更頻道,我是十九肥仔 過了人一,基本上就當過了新年 新年就完了,那些旅客應該全部爛回去 今年新年假期,那些旅客數量真的多得驚人 為本地的旅遊業帶來了不少生意 當然,人多自然有白癡 中間夾雜了很多大眾乞丐 這個又投訴,這個又投訴 但自己一點錢都不願意出 甚至可能要人照顧他 就好像早幾天我出了一條片 就是有一條大眾乞丐 自己又不做功課 沒有做research 來到又說找不到公廁 坐免費的發財BAR竟然沒有位置讓他坐著等 又說去到商場又沒有位置讓他坐著 坐在地上被驅趕,又說東西貴 又說沒有免費表演活動給他看 就是這些客人,就乖乖乖乖乖回去 就是不要再過來 早兩天網上又有一宗投訴 那他投訴哪裏呢? 他就投訴澳門博物館 澳門博物館是這次壞甚麼呢? 原來他就說自己帶著90歲老人 體力無法支撐排場隊 就問工作人員可不可以讓老人家快點進去 工作人員就說 你老人家已經免費了,排隊也不行 然後他就說 現在歷史博物館哪有人還收費的 還收那麼多錢? 給老人家過去就一定是事出有因 他們大人學生都是正常排隊買票 就說地方不大,但是心眼都很小 還在意見簿畫了個中指在上面 公道點說一句 15元還覺得收費高 你真是不如爬回去吧,好嗎? 你說工作人員態度不適合你心水也算了 甚麼博物館收錢? 世界各地都有的 營運博物館要錢的 大陸的景區也會收費 15元你也嚴貴 我覺得不如不要去旅行吧 辛苦大家,你還大一個90歲的老人家 你又辛苦老人家,又辛苦自己給錢 你又辛苦我們 15元也嚴貴的客人 老實說,這裡真的服侍不起你了 而且,說甚麼讓老人家進去? 你們的老人家,怎會不知道你們在想甚麼? 把老人家進去,讓他們進去 你們家人一起進去 不讓你們進去,你們有吵鬧 我一個老人家在那裡 要有人照顧他,要有人照顧他 有甚麼事你負責嗎? 這樣就借一些以聯群結隊全部湧進去 可能這位旅客平時沒有怎樣去旅行 以為這些招式去哪裏都用得 沒有人會發現 但澳門一年接待幾千萬遊客 這些招數一早黃了,九叔 你真是當人家傻奸奸不知道你們在想甚麼嗎? 以前去大陸要排隊 最流行的老人家小朋友就沾隊 沾完隊就整家走過去 說幫手排,幫手排 知道那些人不會罵老人家和小朋友 就算人家罵你也拿出來當擋箭牌 還封土人情 你們這些封土人情 我們就真的知道一清二楚了 想著鬼鬼祟祟偷番薯 壞了還上網唱衰這個地方 之前有些人留言 就說我罵這些大眾乞丐 就說很負面 我跟你們說這些人根本對澳門很負面 錢又沒有被人賺到 拿不到好處就唱衰人 我如果真的罵了幾個這些客人 特區政府頒給我金蓮花也不覺得過份 這些客人來到 純粹是令澳門的旅客數字好看 讓旅遊局可以打飛機 但是它對澳門帶來的影響 就比帶來的效益 不是說不讓人說澳門 你如果說得對沒問題 直接支持你 如果你是罵那些交通混亂截不到車 我直接贊成 我陪你一起罵 大家比賽 看看誰罵得更多 是不是? 你罵沒問題 你罵得對就絕對贊成你 但問題是很多人是自己拿不到好處 所以罵 所以唱衰 我都經常罵這個地方 我都覺得這個地方不好 但是你罵你要說 你要說得對才行 大佬 fee給你 招呼賣你 便宜給你 還要給你嫌三嫌四 不罵你那些人罵誰? 幫這些大眾黑衣說好說話 叫我不要罵他們 那些我罵他們一份 這個地方你們沒份嗎? 自己住的地方 這樣被人抵毀 我就真的不會忍 我剛剛都說了 我會罵政府 是因為政府做得差 但是 這個地方並沒有虧待這班旅客 虧待也是政府虧待他們 這個地方是沒有虧待他們的 你說澳門適不適合窮遊 澳門可能已經是 周邊地區最適合窮遊的地方了 我都不想他那麼適合窮遊 同樣小紅書就有人分享了 澳門免費吃喝合集 寫了有什麼娛樂場所和酒店場所 有提供免費的餐飲 甚至內容都很詳細 就是平時那些只不過 哪裏哪裏有免費食物免費飲 他這裡就連有什麼食物都有 大家也猜不到 十六毫連叉燒飯都有 連美高梅提供的珍珠奶茶 是明智奶也知道 他究竟喝了多少次呢 詳細有什麼我不說 大家自己看吧 我自己也是非常不鼓勵這些 宣揚去哪裏可以免費吃喝的行為 因為我覺得 去旅行你就預料花費 你沒錢你可以少花一點 但是你也需要降低你的享受 窮不是大了 我覺得窮也需要窮得有點骨氣 怎樣為之窮得有骨氣呢 就是你不需要因為自己窮而自卑 但是你同時也不要妄想 自己可以得到一些自己能力上沒辦法負擔的東西 以前窮遊去旅行 走過一些旅遊區的餐廳 是不會想著在那裏吃飯的 為甚麼呢 窮嘛 沒錢嘛 喂 進博物館要給錢買票 那我想進去怎樣算 那我就唯有在吃那裏省 早上出門口 在便宜的超市買些乾糧 將省下來的錢 用在交通或在這些例如景點的費用上 當然某些情況下 也受過一些不同的幫助 當然啦 免費東西沒有人會不喜歡的 但是要知道免費東西並不是必然的 我覺得去旅行的出發點 並不是 looking for 免費這件事 而現在那些特種兵 他們是嫌免費都不夠 他們是還想在免費的基礎上 在對方身上拿到更多的東西 忽忽你倒茶給他 他都嫌你杯茶不夠熱 甚至是嫌茶葉不夠高級 有些人又覺得要不需要這麼大反應 但是其實對這些特種兵的不滿 已經不是一天兩天的事 我相信港澳很多人士都對這些事很不滿 因為並不是個別一兩個大陸遊客會這樣 而是一大批一大批 我想大家都忍了很久了 我自己都忍了很久了 我這些帖子都看了差不多一年了 我到近期我受不了 我才出帖子 現在真的見一個罵一個 好了這條片就到這裡了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